商业周刊报导市售乳品含禁药 卫福部要求商周必须在今天下午4点前送交检验方法 否则将依法开罚最高30万元 在截止时间前一个小时 商周副总编辑与明川大学副教授陈良宇 前往时要属递交乳品检验报告 我们谢谢委员 来,那你们就做这个 是科长,对 商业周刊针对市售乳品的检验报告 下午3点送达食药术 被质疑误导外界 商周副总编辑和主持研究计划的学者对外说明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国际的标准来做 现在我们做的是80分 就是用80分甚至80分以上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规格 一个国际比较先进的趋势在做 可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是用60分的标准在做 所以用60分的标准在做的时候 一直说我们80分的不对 我不知道这个中间的落差是在哪里 基本上残留药物应该用代谢物来检验 会比你用原型药还要来的重要 重点就是检验代谢物才是残留药物的好方法 负责检测的明川大学生物科技系副教授 陈良宇表示为自己的报告负责 周刊方面也喊冤希望不要模糊问题焦点 现在的重点并不是媒体并不是伤肉 而是牛奶啊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把问题 把它导向是商周呢 石耀署则表示 下周一将由研检处处理这份报告 并预计在一周内召集专家会议 研究商周报导所用的检验法是否适用于如品 现场也还电视林家伟台湾台报道 上面都会有提供是十分提供的 工程库处理 在哪个小学生物 中处理 因为 这个荒误 你 需要